说到国产手机的代表 小米是不得不提的 尽管它不是第一个推出国产手机的厂商 但是它凭借着不熟的这种营销手段 跟不错的产品设计以及质量 还是在手机市场上站稳了正脚 在储能一段时间之后 它把发展的触角也是伸向了其他的地方 那么我们现在要说的 就是小米的不倒翁两轮电动车 据相关的报道说是 仅仅是靠鼠标来控制方向 而且永远不会倒 即便是你不骑的 也完全不用担心它会倒在地上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款车的外观 这款两轮车跟这个和谐套子弹头 有点像流线型的一个设计 非常的强烈 内饰方面也是科技感满满的 像是中控上的这种巨型触摸屏 这种科技感就能够展现得零零尽致了 而且它的内饰的一个配色 主要是选用的白色 科技感以及解约感都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这种车它不靠车撑也能够保持不倒 其实它的原理和平衡车也差不多 这辆车即便是被撞了被人推 它也会保持很不错的一种平衡状态 不会那么轻易的就倒在地上 所以说在安全性方面来说的话 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很多朋友就说了 这辆车如果倒在地上肯定也扶不起来 特别的沉 事实上这辆车非常的轻 因为它采用了这种碳纤维的材料 底盘也是铝制的 所以说这辆车基本上是非常轻的 而且这辆车的百公里只需要五度电就可以了 按目前的家庭用电单价来算的话 这辆车跑个100千米 也仅仅需要三块钱左右 所以说还是非常省钱 非常省心的 那目前这辆车的一个售价 暂时还没有公布 如果公布了 老唐第一时间会跟大家反馈的 如果是你的话 你愿意买这辆车吗 欢迎咱们评论区 请留言评论 我们下节目老唐继续跟大家 不见不散了 谢谢大家